接下来关注以哈战争冲突持续 周一以色列军再次突袭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击毙了90名哈马斯成员 以色列军方还在医院外部署狙击手 只要有人离开医院就当场射杀 跟当初宣称不伤平民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 这也遭到以色列占领的西岸 当地以色列的囤肯组织串联 计划在战后回到加萨 重建2005年以国撤军前的囤肯区 民调就显示了26%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个想法 总理纳坦雅胡则表示 这是不切实际的目标 以哈冲突没有降温的迹象 周一以色列特种部队再次突袭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宣称要消灭哈马斯的高层和他们的指负中心 伊军再度向国际媒体展示在医院内发现的枪支 还有沉叠的现金 伊军还在医院外部署了狙击手 一旦有人不出医院当下击毙 这与他们声称不伤平民的说法背道而驰 伊军表示这次行动共击毙了90名哈马斯成员 其中还包括一名加萨地方警察局长 他主要是负责实务援助的调度 逃离冲突区的巴勒斯坦人为了保命 只能扒光身上的衣物 两名少年只穿着内裤逃跑 避免乙军怀疑他们藏有武器 尊严与活命他们只能选一样 以色列囤肯者在西岸霸占土地的行动 越来越荷漠张胆 他们不只插旗非法占地 还以武力阻挡外来者闯入 记者也休想靠近一步 这些极端的以色列囤肯者 现在有更远大的目标 他们希望战后能够进入加萨 重建2005年以国撤军前的囤肯区 西岸十多个以色列囤肯组织 正着手计划加萨囤肯区的重建 他们还拍摄宣传影片 称加萨是他们的海滨度假圣地 组织领导人也向西岸七十万名 屯肯者招手 希望能壮大计划 其中不乏是在2005年 被迫离开加萨的以色列人 他们连重返家园的地图都画好了 屯肯组织代表即将启程前往 美国佛州募款 当地有许多犹太裔富商 都支持他们的计划 屯肯组织领袖毫不掩饰地表示 他们想把上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加萨 这咸响像了一个城汉派 的印尽 潘养以询名书 这些佛人要是要把产免的 外國墙提成群 所以你可 call them 猛 Ultimate your can 叫 叫 ils 你可- Can call there- Call them Cleansing of Jews We're not doing to them They are doing to us I couldn't make it clear When I said to myself as a person who is preoccupied with settling the land 这样极端的想法在以色列越来越受到欢迎 1月底 肯肯组织在耶路撒冷的体育场举办造势 人潮挤报会场 几名以色列极右派部长也到场支持 犹太政策研究机构民调显示 26%的以色列人赞成在战后重建加萨囤肯区 力挺纳坦雅胡极右政府的以色列人 更有超过五成的人支持 纳坦雅胡已经表示 重建加萨囤肯区是不切实际的目标 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也同意这个看法 不过以色列军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在加萨留下各种占领的标志和语言 企图用暴力实现梦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是新闻网坏的新闻网均 休息 浅宁 优优独播剧 墓均